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老李蕭蕭,是不是很久沒見呢? 因為太忙了,之前沒什麼時間拍片 希望接下來我會有更多時間拍片給大家看 今天要做什麼呢? 相信大家記得我第一條件就是用這個龜杯竹 今天我盆龜杯竹也長得很茂盛 所以我打算幫它換盆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盆龜杯竹 由之前那盆很小的已經長到現在這樣 發現它生得很嫩 而且你看看它有些新的醃出來 都已經開始開了一些 我上網看茶花枝可能是因為太久沒有換肚 又或者它的盆太小 已經不適合它生長 所以這樣搞到它沒有什麼營養 或者它的筋不夠健壯 再來呢 今天我就要換天堂釣 因為最近買了一盆很大的座地植物 在家裡 我就想把它一插二或者一插三 分佈在家裏不同的角落 讓家裏好像森林一樣 讓大家看看我這盆天堂有什麼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盆東西很大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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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不宜遲 Let's go 相信大家看過我之前的影片都很知道程序 其實程序和上次大致差不多 我今天會先介紹一些新的工具給大家 大家在家裏自己做圓藝的時候都可以用到 這個我在圓藝店裡見到的叫做阿叔椰塊絲 這盆羊肚子 它裡面就說加完水之後 它就會發漿發大 就會變得很多 好像整個 這個 這裡的六倍更多 今天我覺得挺有趣 又試一下 這盆羊肚子 它就劃加三公升的酥皮 再拿一盆羊肚子 先拿一盆羊肚子 然後再拿一盆羊肚子 就是 所以這盆羊肚子 我便買了這個 寬天葉植物的肚子 這次都冷冷的 因為你知花咎最大一間 其實它有一個網上的APP 在網上的APP 其實它買滿300元 它就可以送貨了 這些圓藝的東西 其實都很方便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時間去慢慢選擇的話 在網上選擇一切的蔥 其實我覺得它挺划算的 又不用自己拖 不甘辛苦 剛才開了水 我記得它都 嗯 八個幾多 這個也挺有趣 好,我便將它混在土裡 混合一起用 這盆羊肚子 當作一個 好一點排水的 土羊肚子 龜貝竹 大家看到我這盆羊肚子 它已經生了很多生業 然後它的根 這個位置很不均勻 因為我都沒有東西 撐著它們 現在都想撐一盆羊肚子 找些東西撐著 然後呢 還有呢 你看到我有一些 它有一些生的牙 上面 變身的 其實我沒有放工具 大家可以買到那些 那些 珠百戒的 床頭 當然不明白 買到小小的 可以坐下它 這樣 這個植物就更加容易 讓你滑出來 這個 幾個月之後 它的根 其實已經生了很多 新的根 我應該會把它們分兩至三個盆 這個根 可以清一下 支持泥 然後它就會發展得更加好一點 這次我買了這個叫做椰柱 椰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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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生得更好一點 固定的話我會用鐵線 這個鐵線在花藝堡或者花區最大的田藝堡都可以賣 如果大家需要知道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寫電名、記者給你都可以的 拿到家裡去 用柳綠色的放鋼 蛋白長的餅乾 住在那裡 可以用不平的花火 放鋼 到那裡 放鋼 煮在箱子一起 煮在焗爐 煮在箱子裡 然後烹飽就好 問好了 接著我們就要打大佬了 這盤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做 我要想想辦法 怎樣拔出來都是一個問題 嘩 終於拆了盤 用暴力的拆開把 其實裡面有幾盤 放在一起 把盤剪開之後 因為它本身送的盤是 一些膠盤 非常容易拆開 你看到我現在上身 哇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 由它描的時候 直接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 你把盤剪開 把盤剪開 它就可以 刪得再大一點 還有你把泥 換一次也有好處 因為它在 苗袍回來的時候 不知道裡面有沒有蟲蟲 或者其他 蟲蟲在泥裡面 所以你這樣同身都可以 會不會有一次 那它 裡面的蟲蟲 有新的泥之後 就不能有 但你拆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可能會把 你的筋都拆出來 就像我剛才發生的意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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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把這些 清潔之後 的筋 會是這樣 現在我們就把 倒入盆了 有些不漂亮的 老了的葉 其實我也會先把它清掉 剩下中間的部分 因為中間的部分會繼續在內面再生 好 今天就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 讚好和留言 by the way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天堂已經生了兩個新的牙齒出來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